歡迎來到小小娛樂之雙甲路邊攤第十一至十二集大結局 Worju內心知道Qibanzan是王世子 但見到Qibanzan一年無奈就裝沒事過了去就算 Worju近去到三神家傾訴心事 問為什麼王世子還有面留在自己身邊 當晚做生意的時候 Worju更發脾氣 最後趕了Qibanzan和Cambé出去 Qibanzan一問之下才知道Cambé說了自己較的甜言蜜語 就心之不妙 日日更被Worju發現自己知道了這件事 而Worju近將五百年來的戲發洩在Qibanzan身上 最後還趕走了他 另一邊商Qibanzan和Cambé約會的時候想有身體接觸 可惜有聲音阻止了 令Qibanzan很苦惱 最後去到路邊攤無意中喝了來生水 Worju就見到前世的鏡鏈朱砂了 還訴說自己當年晚上會發生為人到處遊走 誰知遇上一個男人就陷入愛情 獻上自己的朱砂給他 誰知有日男人跟蹤到他上山 要掘盡朱砂來做武器和謀反 朱砂表示他這樣做是會令他死亡 但是男人無情地說不關他事 最後朱砂當然死了 而朱砂身前都懷疑過這個男人 所以都跟蹤過他 曾經親眼看到他殺死無女 還說之後那個女兒跟著自盡 Worju聽到這裡就知道是自己的故事 而男人就是王世子好友惡鬼了 但當年好友明明是說見到有刺客從自己家裡出來才受傷 令Worju很想知道真相 終電的死被警察發現 Qibanzan更去拜祭他 遇上了Worju Worju就鼓起勇氣問Qibanzan 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Qibanzan就說當年好友為了令自己可以做到宮廷親戚 並且謀反 就逼王世子和好友妹妹定婚 更殺害Worju的母親 而Worju自盡之後 王世子為了報仇 在定婚當日就找出逆賊好友並且殺死 隨後更到神目到自盡 Worju聽到知道自己誤會了王世子五百年 而且Qibanzan更為了遵守承諾一直在山邊 令五百年的誤會終於都解開 Worju為了報答鏡面珠沙令他知道當年的真相 就決定幫忙解決他的困擾 做他朋友陪伴他唱歌 吃甜品 並且一起數臭男人 表示Qibanzan是一個好人 叫他放心 如果再遇到壞男人 必定會陪伴左右 令阿珠沙解決了內心討厭男人這個困擾 之後 Yorin怎樣觸碰Qibanzan都沒事 令兩人開心到擁抱上來 Worju的業績又多一名了 為了慶祝 Worju和Akri 仗還出去撐桌腳 而Qibanzan還發現兩人的關係有所不同 當Qibanzan知道兩人前世是情人的時候 Qibanzan接受不到和Qibanzan離開了 這個時候 Yorin不張來到 當然是想知道Worju知道了什麼 當Qibanzan說到Yorin不張好人 為何兒子性格像隻狗的時候 激怒了惡鬼 圓形不露地說是Worju出現令他所有計劃都泡湯 甚至閉著他的頸 Qibanzan在這個時候就回到見到這樣就嘗試阻止 但是惡鬼能力太大推倒Qibanzan 而回到天堂的Qibanzan收到消息 都立刻飛奔回路邊攤 但是惡鬼越來越來不緊 Worju就來武器的時候 有聲音叫惡鬼放手 隨後Qibanzan好像有股力量圍著他那樣站起來 從他眼裡 看到穿著黑色外套的Qibanzan站在神木面前 Qibanzan還走近Yorin不張 將惡鬼從Yorin不張身上推出 可惜惡鬼迅速消失逃離 而Qibanzan因為體力透支暈倒在地上 最後Qibanzan和Worju送Qibanzan回家 Worju更同Qibanzan說出當年兩人已經有了小孩 而Worju是死後才知道 為了讓孩子擺脫悲慘的再生 所以接受了十萬人的懲罰 現在孩子的靈魂就在Qibanzan 所以他們兩個無條件都要完成任務 好讓Qibanzan可以生活幸福 現時只剩下一個個案的兩人 跟不斷找合適的人選 這個時候Qibanzan的能力再升級 只需要對上眼神 對方就自然套出心聲 令Qibanzan帶了很多人到路邊攤 可惜沒有一個符合資格 還搞到Qibanzan發燒 Qibanzan和Worju去到醫院探望Yongbozhan Yongbozhan覺得對Worju和Qibanzan不住 而且覺得自己教導無方 令孩子變成這樣 就索性做Worju最後一個客人 幫他解開多年來的心結 就是當年掛著教導王世子如何治國 而忽略兒子的感受 並且關心小距 希望Worju帶惡鬼到自己面前好好道歉 兩人決定接受Yongbozhan的提案 在行動前 更去到Qibanzan家煮餐飯他吃 還在Qibanzan夢境中 做出一家三口幸福的情節 每天更留了飯送給Qibanzan日後可以吃 惡鬼命令手下去到路邊攤告知自己的行蹤 引Qibanzan去到一個無人的地方 而惡鬼就去到路邊攤暗示會向Kambe下手 並且弄暈了Worju 而惡鬼變成Worju帶Kambe去到荒廢的倉庫 同一時間找不到Kambe的Yongbozhan又來到 路邊攤見到Worju暈倒在地上 而Qibanzan被灑之後就回到了 Worju醒了之後就趕出Kambe有危險 三人就立刻出發救Kambe了 到達後Qibanzan和Worju打鬥一輪之後交給Yongbozhan 成功找到Kambe的位置 而兩人聽到惡鬼想要離間他們三人的關係 但是Kambe沒有種雞還說自己其實已經記得前世的東西 知道兩人是五百年前自己的父母 惡鬼隨後拿出來身水想進入Kambe前意識中的螺旋樓梯 想在Worju和Qibanzan面前推下Kambe下去令他們兩個痛不欲身 Qibanzan及時出現阻止惡鬼進入夢境 兩人打鬥上來 Worju趁這個時候就想救出Kambe 誰知打到只有一隻手的惡鬼運功令刀飛向Kambe Worju和Qibanzan都奮不顧身走到Kambe面前阻擋 最後Qibanzan受了雷刀重傷腐伏在Worju身上消失了 這個時候惡鬼當然趁機進入Kambe的夢中想推他下去 而Worju的出現令兩人動彈不冷 Worju救出Kambe之後還打算帶惡鬼去讓步爭前 誰知惡鬼動到還要和Worju同歸於盡 Kambe雖然抓到Worju的手 但是Worju心知自己怎樣都會掉下去 就吩咐Kambe只要像現在這樣這麼善良生活下去就可以了 而且不要為了她的離開而感到內疚 最後Kambe還向Worju叫了聲媽媽 從夢境醒來的Kambe當然傷心欲絕 過了一段時間Worju終於去到Yomlantewan面前接受懲罰 誰知Yomlantewan看著她五百年間的事跡 認為她已經完成了十萬人的任務還給她再生 但是Worju選擇了回到人間繼續幫忙解決困擾 而Yomlantewan更安排Qibanzan再次成為她的員工 Worju和Qibanzan見面立刻擁抱上來 自從Worju離開之後Kambe的特殊反力就沒有了 和Yomlantewan一樣恩愛 不過Kambe竟然看到新的雙甲露冰攤的存在 裡面還有外豬和Qibanzan 令她感到非常溫暖 第十一至十二集大結局完 想我講什麼韓劇給你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Like和Share 拜拜 拜拜